关心花莲的地震灾情 日本德岛日台青山协会 除了持续关切新闻消息 副会长角姬赵明 他也亲自写下慰问信件表达祝福 更捐助5万块钱日币亿元金 希望可以为救灾重建 尽绵薄之力 吉安庆修院是在地重要的日式古迹 也是不少游客到访花莲的热门景点 这次在4月份多起强症中 造成建物及基础设施 出现部分灾损 主要当然就是文化资产 佛堂我们现在看到后方这一个 那目前文化局已经统一做修缮的一个开始 分两期 第一期因为现在逢梅雨季节 所以屋顶有漏水的问题 所以先把漏水的部分先做处理之后 然后再做梁柱 以及内部的这些白灰板 剥落的这些墙固跟修缮作业 那以目前来讲的话 在第一时间工程祭司来会刊之后 感觉发现也是漏水的户外园区是不受到这个所谓的安全上的考量 所以我们目前都是正常开放的 那售票的部分的话就是全面用搬家的部分来做给民众的一些优惠 来自吉安湘姐妹市的日本德岛日台青山协会 在得知消息后 副会长九级赵明也亲自写下慰问信件表达祝福 更捐助五万日元以援金 希望能为酒宅重建 敬奋绵薄之力 为了复苏正后经济 乡长游淑珍表示 公所将结合农特产行销与餐饮业 以及加入清修院或浩克一苏村等参访行程 希望能让劳工不失业 农民耕种蔬果有销路 相关餐饮观光产业全都活络起来 记者徐立芹吉安湘报道